这只正在捕食蜂鸟的螳螂 是现今北美大陆上最大的螳螂物种 也是一种非常凶悍的肉食性昆虫 它们以黄蜂、蜘蛛、蜡蜂、中丝 以及一些小型爬行动物 再就是两栖动物甚至还会以蜂鸟为食 你不知道的是 对北美大陆来说 其实它们是入侵物种 它来自亚洲 北美本地螳螂其实长这样 名叫卡罗莱纳螳螂 它却被这种亚洲螳螂压制 一度沦为了亚洲螳螂的口粮 这得从120多年前说起 在1853年 我们的清王朝风雨飘摇 大煞江青 随之而来的蝗灾也席卷全国 可巧不巧 远在万里之遥的北美大陆 几乎在同一时期也开始闹起了蝗灾 从1855年到1885年 在这30年间 美国人被蝗灾搞得鸡犬不宁 又是养火鸡 又是给蝗虫投放农药 总算是控制住了蝗灾 不过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因过度使用化学农药 导致土地农药残留严重超标 在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一度减小了农药的投放 这也导致了害虫的大量繁殖 许多花园里害虫泛滥 为了控制害虫数量 科学家想到了蚁虫治虫的方法 而北美本土又含有比较凶悍的肉食性昆虫 本土的卡罗莱纳螳螂身材娇小 难堪大任 在1896年 一批携带着亚洲螳螂卵翘的果木幼苗 抵达北美 亚洲螳螂来到北美 犹如来到了伊甸园 开始了大量繁殖 不负众望地控制了害虫的滋生 但也拉开了亚洲螳螂入侵北美的序幕 不仅本土螳螂遭到了灭顶之灾 而且蜂鸟的噩梦也开始了 讽刺的是 清政府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 随后遭到八国联军的入侵 而区区一只小虫 反而扣开了美国的大门 这就是中华大刀堂 在亚洲 中华大刀堂在肉食性昆虫里 也只能算中等 远远没达到无敌的程度 中国有句谚语 叫做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再厉害的螳螂 也有被鸟儿吃掉的时候 不仅是鸟儿 中丝 黄蜂 天牛等等一些肉食性昆虫 都能轻松杀死螳螂 但是 再缺少大型肉食性昆虫的北美 中华大刀堂不费吹灰之力 就成为了肉食性昆虫之王 这里不仅没有 其他肉食性昆虫的竞争 而且也缺少天敌 这里就是中华大刀堂的天堂 不仅昆虫种类众多 而且他找到了比昆虫更加美味的食物 那就是蜂鸟 在北美地区 许多人会在园中放置为蜂鸟提供水和食物的容器 吸引蜂鸟前来觅食 于是乎 中华大刀堂也学会了守株带兔 在这里抓蜂鸟一抓一个准 在野外 蜂鸟的命运就更惨了 中华大刀堂喜好在花丛和树叶中藏觅 而蜂鸟为了稀释花蜜 频频会遇到蜜食的螳螂 毫无疑问 蜂鸟成为了中华大刀堂的刀下鬼 不仅如此 北美本土的卡罗莱纳螳螂 由于体型娇小 身长不超过7厘米 完全不是中华大刀堂的对手 也沦为了中华大刀堂的食物 这种中国螳螂 意外入侵了美国 成为了中国物种入侵国外的典型案例